玉里镇长梁农场现在有十几户居民 是属于荣民眷村 玉里镇民代表吴新闻最近受到当地民众陈情 最近的住家附近有水浸工程 不过这个工程却忽略民众回家的路 要绕道而行很不方便 吴新闻表示说已经向水利会来反映了 水利会也表示会尽快把工程完成 让居民可以安心 一张木板跟铁片 居民就把这个当作是一座简易桥梁回家的路 走起来摇摇晃晃看起来很危险 这里是玉里镇长梁农场 也是一个荣民眷村 当地居民大部分都是七八十岁的长者 就因为这个水浸工程让他们害怕回家 我们要出路比较不方便 是不是能请出工单位 能尽快一点点给我们 能关到了 给我们出路比较方便 玉里镇名代表吴新闻 近期收到当地居民陈情说 最近住家附近有水浸工程 忽略了居民回家的路 必须要绕道而行相当不便 我去现场看的时候 因为民众反应 到现场看的时候 他们的民众从他们家里面出来 要先跨过紫沟 因为紫沟抬高了 然后再过来以后再跨过 那实际上灌溉的大灌溉石沟 那这个水浸上面只有铺设简单的铁栏杆 就放在那边 因为我们技术改善 那民众能够有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吴新闻表示 这是水利会水田灌溉系统工程新盖的水沟 不过根据附近的居民反应说 已经造成居民的不便了 吴新闻也向水利会反应 水利会也表示 是会尽快将工程完成 让居民安心 记者高松双玉政采访报道